我们在上周的时候其实已经把MyShercle的数据库装好了 我没有装MyShercle 我们装的是它的一个分支 MyShercle的分支叫MariaDB 我们后面再给大家说 如果你要装那个最新的 你要装那个官方的 包括最新的MyShercle 应该怎么去装 我后面告诉大家就行了 好 咱们先再使用这个MariaDB 好 刚才我在群里面是不是也把怎么安装 把安装MariaDB 然后检查那个服务 是不是已经起起来了 那一段又给大家说了一下 大家咱们先看这儿 先看这个地方 好 来我先退出去 我再演示一遍 我说了 咱们要启动 咱们安装好数据库之后 启动服务 启动服务的命令 我用的是System Control Start 后面跟上MariaDB 对吧 System Control StartMariaDB 好 这是我起服务的命令 好 服务起好了之后 如果我想检查这个服务的状态 可以用Stanters 对吧 System Control Stanters MariaDB 好 这个可以看一下 好 服务已经启动了 是运行状态 激活状态 然后你也可以用 P 用LateState 减 NAP 去搜一下MyCircle 你看咱们的MyCircle 是跑在了3306端口 对吧 所以刚才咱们说了 待会儿如果要从 咱们这儿 你的Windows 或者苹果的系统 要连上 连上阿里云的服务器的数据库 然后咱们要把防火墙 打开这个3306端口 对吧 将来你真正 真正项目上线了之后 这个3306端口 肯定是不像公网开放的 咱们是为了做实验 所以刚才在防火墙 打开了3306端口 这个后面咱们肯定是要关掉的 它不像公网开放 它可能只向你内网开放 不会向你公网开放的 好了 咱们连上去的话 我们说了 咱们装那天装MyCircle 装那个MariaDB的时候 咱们既装了服务器 也装了客户端工具 对吧 好 客户端工具就叫MyCircle 这个命令就叫MyCircle 减U 后面指定用户名 我的用户名是root 这是超级管理员的用户名 减P输密码 好 把我的密码输进去 好 来 各位请看 是不是已经 是不是这个客户端工具 已经连上你的数据库服务器了 好 咱们在这儿就可以做一些操作了 来 咱们先讲几个比较简单的命令 先讲几条简单的命令 第一个是刚才大家看到的 Select Version 好 这个version是个函数 Select的是查询嘛 查这个函数的结果 咱们就可以看到 咱们装的这个 数据库的一个版本 好 咱们装的是5.60 好 这么一个版本 这个还相当于就是MyCircle 也是5.5以后 5.5加的一个版本 好了 来再看 咱们如果想看一下 咱们现在已经有哪些数据库了 咱们可以用一条命令叫DataBases 叫 嗯 咱们这条命令都没有 哦 叫 就叫ShowDataBases ShowDataBases 好 来咱们看一下 ShowDataBases 来咱们可以看到 你看 咱们把这个 把这个MyCircle MariaDB装好之后 它里面已经 自带了四个数据库了 分别叫 什么Information Schemer 什么Performance Schemer 然后还有个MyCircle 还有个Test 好了 咱们用的话呢 可以 咱们用的话 这三个数据库不能动 上面这三个不能动 你不要去动它 不要乱动它 用你可以用这个叫Test 这个测试嘛 对吧 你可以用它 但是咱们也可以自己 重新再建一个数据库 来使用它 咱们自己重新建一数据库 就行了 好了 建数据库怎么建呢 来咱们看数据 建数据库的 数据库的Circle一句 来请看 创建数据库 我要做这些事情 咱们说了 咱们要做这些事情 都是用SQL去完成 用数据库自己的编程语言 叫做结构化查询语言 SQL去完成 这个SQL又分了三大类的语言 SQL又可以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叫DDL DDL叫数据定义语言 你要建库 建二维表 就要用到这里的DDL里面的东西 这个叫数据定义语言 Data Definition Language 就是它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叫DML 叫数据操作语言 比如说咱们要 要想往二维表里面加东西 或者删掉某些东西 或者更新某一条记录 或者某些记录 或者咱们要把咱们需要的数据查询出来 检索出来 好 这个时候用到的就是数据操作语言 叫DML 好 最后一个叫DCL 叫数据控制语言 比如咱们要给一个用户指定他的权限 他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我们给他分配权限 限制他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就会用到这个叫数据控制语言 所以咱们用的SQL号 主要又分成了三个部分 好 那大家猜一猜 这三个部分里面哪一个最重要 你觉得哪一个应该是最重要的 操作第二个 DDL 数据定义 数据操作和数据控制 哪个最重要 很明显是操作最重要 对吧 咱们咱们要去操作数据嘛 咱们把数据放进去 还能拿出来 好 这个是最重要的 DML是最重要的 然后这里面又分了什么呢 插入数据 删除数据 更新数据和查询数据 所以这里有四个关键词 分别叫 insert插入 就是新增 delete 删除 update 更新 就是修改 然后还有一个叫select 叫查询 叫检索 好 这四个里面 来你猜猜 再猜猜 哪一个最重要 这里面肯定是查询 把数据拿出来最重要 对吧 我们把数据放到数据库里面 无非就是为了将来能够很方便的 拿到我们想要的数据 所以这个是最重要 也是最复杂的 也是我们要花最多时间来讲的 叫select 好了 那么先说一下数据定义 数据定义主要就是 我们要建一张表 建一个数据库建一张表 应该怎么建 好 我们要删数据库 删表应该怎么删 对吧 咱们要修改这个表结构 应该怎么改 好 所以这里有三个关键字 第一个叫create 创建 第二个叫drop 叫丢弃 删除 还有一个叫修改 water water 好 这里主要有三个关键词 好 数据控制里面也有两个关键词 一个叫授权 赋予权限 一个叫造回权限 revoke 好了 当然这个不是我们的重点 这个不重要 咱们重点是在这儿 讲数据操作 这个是最为重要的 而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select 查询 这个是我们要讲的重中之重 好 那咱们先不管这些 咱们先看数据定义语言 现在咱们要建一个数据库了 咱们建好数据库 就想放数据 是不是还得建表 咱们先来看一下建库建表怎么做 建库建表怎么做 好了 来 回到这边 咱们来看一下 怎么来创建 怎么来创建数据库 好 创建数据库 咱们用的关键字 跟他说了 创建的关键字叫create 删除叫drop 然后修改叫water 好 所以咱们创建数据库的话 咱们写create 这个没法清评 这个有点恶心 没法清评这里 我写到上面 我写稍微上面一点 让大家看得清楚一点 好了 咱们来创建一个数据库 create database 因为网友有问题 因为开VNC 稍微写中间一点 create database 后面跟上你数据库的名字 比如说咱们要做一个学校的一个选课系统 咱们要给学校做一个选课系统 咱们就把这个数据库叫sgoo 叫sgoo 咱们把这个数据库名字叫sgoo create database sgoo 其实写到这就已经可以创建这个数据库了 但是不着急 咱们再加一点东西 咱们来指定一下 咱们这个数 咱们建的这个数据库要使用的字符集 咱们把字符集指定一下 因为在会咱们如果不指定字符集的话呢 咱们再录入中文的时候 中文有可能会变成问号 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所以咱们指定一下字符集 好 咱们指定呢 default 默认 字符集叫charset char就是character character 字符 set就是集合 咱们把字符集指成什么呢 指成utf8 没有杠 没有杠 utf8 不要加杠哦 加杠就错了 create database是good default charset utf8 其实如果 这里我稍微说一下 用utf8就已经可以了 但是呢 如果你将来数据库面 还要保存那种稀奇古怪的字符 比如说我们那天说的叫emoji字符 还记得吗 emoji字符 就是像苹果底下 或者你温室底下 你用的时候 你还知道 这种叫做图片字符 对吧 就各种各样的 你打出来 你这个字符打出来是个图像 对吧 它是个图像 图像 好 这种叫图片字符 好 这种带图片的字符 这种字符叫emoji字符 如果你要支持 数据库里也能放这种字符 如果你的数据库里面 也要支持这种字符的话呢 这里应该写成叫 叫utf8mb4 用这种编码 utf8mb4 好 但是咱们暂时不用写这个 暂时不用这个 因为暂时咱们还用不上那种 稀奇古怪的字符 而且我记得 好像myshicle的新版本里面 比较稍微新领的版本里面 如果你写utf8 它默认其实选的是utf8mb4 我记得好像是这样的 好 咱们可以直接写utf8就行了 咱们暂时也用不上那些稀奇古怪的字符 但如果你要用上就要写utf8mb4 才能支持那种叫emoji字符 好 咱们写到这里可以回车了 不要忘了这个分号 如果这里没敲分号 你就在下一行里面敲分号 好 敲分号表示这句话写完了 请他去执行 好 要让他执行的话 还有个办法 不写分号就要写斜杠记 斜杠记也表示这句话写完了 要去执行 这句话还能再执行吗 还能再执行吗 不能执行 因为已经有这个数据库了 对吧 你已经建了一个叫Scoo的数据库 你不能再建一个数据库 它也叫Scoo 对吧 这个是不行的 好 好 来看一下 这是建库 你们的建库建好了吗 好 建库建好了之后 接下来咱们来试一下 咱们要切换到这个数据库 咱们要切换到这个数据库 好 切换叫 切换数据库的上下文 叫Use Use 后面跟上数据库的名字 我的数据库叫Scoo 我就写个UseScoo 这句话可以不打分号 它也能执行 你打了分号也没有错 好 咱们写个UseScoo 分号回车 来 请看 底下有个提示 叫什么呢 Data BaseChange的 说明咱们已经来到 这个数据库了 咱们已经来到 这个叫Scoo的数据库了 好 咱们可以敲个名字 叫ShowTables 咱们不是说了吗 关系型数据库 是用二维表来装数据的 好 待会你要想放数据 咱们就得建二维表 咱们现在的ShowTables 看一下 咱们刚刚建好了 Scoo这个数据库底下 有没有表 现在有没有表 你看这里 这里显示 Emplificate空集合 说明什么 说明现在一张表都没有 对吧 一张表都没有 好 接下来 咱们就来建 咱们的第一张表 咱们把表建好了 有了表 有了二维表 咱们就能够 保存数据了 好 但是咱们不着急 做这个事情 好 咱们还是先说一下 既然都讲到 DDA 咱们把这个说一下 咱们说一下 怎么删数据库 但是 挺好 慎重的使用 慎重的删库 你不要将来一上班 第一天就干了DRAP DATA BASE 删库的操作 这个操作要慎重 慎重的来完成 好 删库怎么删呢 来听我说 刚才咱们不是建了个数据库 叫SKOO吗 咱们想删的话怎么删呢 DRAP DATA BASE DRAP DATA BASE SKOO 好 这个非常简单 这样就可以了 DRAP DATA BASE SKOO 这样就可以了 来咱们回车看一下 你看 这边已经显示 已经成功了 已经成功了 来 咱们再删会怎么样 按上下键 可以把之前的命令 调出来 再删会怎么样 是报错呢 还是说 什么都没做 好 应该会报错 对吧 说这个数据库已经没有了 好 所以删库的时候 你可以其实可以加个判断 叫一负一个Z4次 如果存在一个名为 此故的数据库 我们就给它删掉 好 这样 DRAP DATA BASE 一负一个Z4次 好 这样写就可以了 来咱们看一下 这样写的意思就是 如果存在这个名为死故的数据库 咱们就给它删掉 如果没有这个数据库呢 就什么都不做 就什么都不做就行了 你也可以这样写 叫DRAP DATA BASE 如果存在这个名为死故的数据库 咱们就给它删掉 好 这是删数据库 叫DRAP DATA BASE 删除数据库 好了 这个哈 你看一下就可以了 你不是都没关系 你不是都没关系 你看 你知道这样可以删数据库就行了 将来删数据库的操作 一般不会由你来完成 知道吗 所以请你不要 不要去动不动就来这句话 这句话是不能乱来的 你真的来了 不要给我打电话 你打给我打电话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好 咱们把那个 咱们把那个数据库重新建起来 刚才我说了 分号可以表示结束 这个斜杠记是不是也可以 斜杠记也可以表示结束 咱们试下这个 这种写法 CREATE DATA BASE SCOO DEFAULT CHASED UTF8 创建名为SCOO的数据库 默认的字符级UTF8 好了 你看这个也是成功的 咱们再来个 修DATA BASE 查看数据库 你看是不是有咱们刚刚建好的石库在里面了 对吧 咱们再来个 Use石库 Use石库 好 咱们已经切换到这个上下文了 切换到这个上下文了 好 咱们来个 修Tables 好 现在没有表 咱们就来建表 好 建表怎么建呢 来看好 怎么建表 建表 创建都叫 CREATE 建库 建表都叫CREATE 好 咱们来个CREATE Table 你看 创建叫CREATE 好 咱们还是换个图形化的工具来用吧 虽然在这可以写 但是咱们还是换个图形化的工具来弄吧 就在这写太恶心了 也写出来 没法改 对吧 你上一行如果回车了 还没写完 你到下一行就要改 上一行改不了了 没法改 只能先把错的 先把错的结束掉 然后再来敲退的 所以你如果在这操作 其实非常恶心的 非常麻烦的 好 咱们还是来换一个图形化的工具 来 我们来把图形化的工具给大家讲一下 顺便我们切到Windows 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图形化的工具 如何来使用 嗯 嗯